水平座 能力三月 远离家 去多些不走脚的地方 去一些新的地方去探索一下 尤其是去做运动 尤其是跟你的伴侣一起去 就可以令到你整体的气场提升 也可以令到你跟伴侣之间的关系是缓和的 我最后会解释为什么你们的关系会出现问题 就是因为会出现问题所以要缓和 或者是一些新开发的地方 可能是没有什么人去 一些最近才让大家去探索的地方 就像之前那个是否深水埗 地下有个遗跡的那些什么速水池 或者是做运动 顺便去行山 还有我忽然之间想起 如果大家有行习惯山都会听过 红花岭 连马坑有个矿洞 那是否是郊艺公园 或者是一些行山劲 其实都是开了 我想是这一年里面的事 那算不算是一些比较新开发 没有什么人去的地方呢 那即是 类似这样 你们可以去取一个参考 但其实说真的 我去过那两次 两次都很多人 吵到整个市集 其实不单止是市集 是整个街市 因为有很多大妈都会去 然后摆了姿势 很恐怖 但那个感觉就是这样 那顺便加上一个运动 就会令到整件事会美满一些 又或者是去学一些新的东西 尤其是学做一些新的运动 我不知道 可能去学潜水 去学滑浪风帆 那这些未试过的东西可以去挑战一下自己 还有 为什么我会无端端提起潜水滑浪风帆呢 因为做这些你通常可能要去大婴山 或者要去西贡做的 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通常你住在城市的人 你要走到这些这么远的地方 那其实又是要令你远离家 去一些不是很遇见的东西 那总之去这些生卡 新开发的地方 或者你去接触一些新的运动 不是一些附近家的运动场可以做的东西 那记得要去争取这个能量 好了 另外 其实农历三月 你们要放下你们的面子 有一些东西要去游低做起 游低学起 或者甚至如果对学生的话 要重读 重读 就很符合了放下面子的这个议题 因为有时候你重读 那些人会笑你的嘛 或者那些家人会觉得 读书这么差的 或者可能你是一个公司 但是你有些事情 你又要去由学徒那里做起 那你会被一些同事去语语的 但是这些事情你不要介意 你真的要放下自己的面子 那对你以后那个悲益 才会有大一点的 那还有 如果就着小朋友 或者生育的问题 都不要怕被人笑 要真的去赶出来去寻求协助 例如不育的问题 或者如果你的小朋友 是有一些ADHD 那些那些 那些是什么 SEN 那些 不凡和你的家人 身边朋友 去说出来 可能他们会有一些门路 帮到你 就不要经常觉得 原来自己的小朋友 有这些学习障碍 跟着家丑不出外传 你越是这样 其实越是拖 你会累了个小朋友 所以 其实自己的面子值多少钱 不要怕去寻求协助 还有 工作方面 一定要狠去走动 正所谓逆马身材 所以不要找一些 你家里楼下 或者过几条街的工作 我当 如果你住九龙 你找一些过海的工 那你过海 你又找一些北区的工 你住在天水淮 你找一些柴湾的工 走得越远越好 这样的工作机会 会大一点 其实尤其是在23号起 有望会有一些工作机会 但是你们真的要去遷就一下 因为可能这些工作机会 只是part time 或者一些 要你做一些比较低层的东西 什么东西 你都要重新去学 所以 又是呼应了 我之前叫你们去放低面子 的那个课题 OK 还有你们这个工作运 是大起大落的 因为大起大落 因为我刚刚说 23号起 有望有工作机会 是不是 但是去到26号左右 你们的工作又会出现一些冲突 而你们是需要忍让 例如 你们会被人干职 OK 或者你们会被人公开去炮军 被老板当众指着你的鼻去骂 或者甚至出现一些很尴尬的事情 例如你被人踢出那个董事 踢出那个manager的team OK 那这些东西是需要你们低声下气 所以其实由23号 基本上去到month end 你们的工作是很多这些变化 但是一个字记住 忍 好了 但是如果你们从事写作和文字 和设计的工作会好些 那个机会会不足 那就是23号起 那个工作的机会 的运会强些 而26号左右的工作冲突的机会 又会小些 但是如果你们从事其他的行业 那真的要濫定安全带 最后 那就是 因为其实你们的家庭都很烦 尤其是你们要有一些 那么多需要去低声下气的事情 不是那么光彩的事情 其实可能你们的家人 都不是那么体谅你们 尤其是你们的伴侣 可能他们甚至会野鱼你们 会去踩下你 所以你们来到的关系会很差 所以这里又呼应了我第一个建议 为什么你们去一些比较远的地方 一些新开发的地方 尤其是去做运动 这样才可以舒缓你们的冲突 最后提醒大家 以后的新闻post 无论在哪个平台 Facebook, IG, MEV, YouTube 都记得要点击开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没有财单 说真的 我《塔尘鸣林新闻》 都算是在玄学界里面比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过Cartumency 就是抽牌 就是尖博斯的一己之力 去讲宇宙的大事 就算有时我讲宇宙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的 或者是根据别人的判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虽然坊间真的有尖星司 是会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它们是根据 calendar month 而我都常常强调 星星是有自己运行轨迹 我们不应该被人违的力发去影响 所以我才为何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时间会做十五晚月 但是今天开始我决定了 为了令我这个星运更加的特别 我去走多一步 亦给大家一些心意 在我弄完星运的影片之后 即使我有时间 我就会在看恒星planets之外 看了fixed stars 恒星銀行的恒星 但是又要记住 其实因为恒星的角度是触得很紧的 它就未必每一个月 就会对每一个星座造成影响 所以有还是没有 就会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给大家去发挂